中国正在有上千万个厨师被资本绞杀 这是我昨天在一个财经频道的大V 他的视频下面看到的一期话题 我当时的时候看到这个beauty让我为之一阵 我还寻思的 中国市场里边又出现了什么大的变革 让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呢 看完以后我才知道 看完以后我的结论 我认为这期视频 这个博主呢 他明显是在知道焦虑的 我和他有当然是完全不同的看法 先来说说他的观点和看法吧 他为什么认为 现在中国的这个厨师 会逐渐被现在一些 已经革新的一些这种 餐饮业界的一些流程和工艺给淘汰呢 他是认为现在目前来说 很多老百姓 首先呢 他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对不对 那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就是说习惯去点外卖的 所以他们为了能够迎合 这批年轻人的一个需要 他们就把这个 就是生产 就是炒菜的这个工艺 他给革新了 搞成全部预制菜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年轻人 都发现点外卖的时候 为什么他可以乘落30分钟 就给你送打呀 实际上在路上送餐的这个过程 就外卖起手啊 他有可能就占用20分钟的一个时间 难道他炒菜的过程 还不足10分钟吗 其实他已经提前都做好了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预制菜 啥要预制菜啊 就是提前用大型的一个工艺 设备给他炒好了以后 放上很多这种防腐剂 添加剂 保持这个菜品的一个味道啊 然后呢 这个 你到时候 如果有点餐的 然后呢 直接给他加热3分钟5分钟 就可以 放上米饭 就可以打包 拿走了 这就是叫什么 叫预制菜啊 其实这个 很多件 原来的时候 我有一个比较要好的一个同学 就在我们资博当时的时候 就开了一个 中式餐厅的一个 这种快餐链锁店啊 他当时的时候啊 就是 他的餐厅里边 没有一个厨师 全部都是从总部调配的这种餐盒 一个餐盒 一个餐盒里边 什么红烧茄子饭 然后什么 什么西红柿蛋炒饭 就各种菜品啊 然后呢 他这个米饭是当天蒸的 完了以后 人家下边这些 就是 用餐的这些客户啊 只要点了餐以后呢 他随便拿出一个这个 比如说他点的是红烧茄子 这个饭吧 完了以后 把这红烧茄子这个 哎 餐盒拿出来 一热 一加热3分钟5分钟 然后只要给他 盛上米饭 这就是一个成品的一个菜品了 然后直接给他上桌就行了 那还有很多 这个周边的大学城嘛 还有很多学生去点餐的 也是一样子的 他这个生产的这个时间 还有人员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这就是现在 很多的这个饭店 都在用的一种流程和工地 他已经 确实是完全用不到这个厨师了啊 当然他还 来给另外一个内容 就意思是说 我们中国的这个 中国菜系啊 这个中国有八大菜系 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像 肯德基和麦当劳一样的 这样的品牌连锁店呢 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些 八大菜系啊 他没有办法做到标准化啊 没有办法做到流程化 但我觉得他这个说法 就有点过于牵强啊 为啥肯德基和这个麦当劳 他能够做成品牌连锁店啊 第一 他的确是做到了标准化 还有这个流程化 但是他毕竟是快餐啊 他这种东西 他是登不上大眼之堂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中国的八大菜系呢 我们为什么喜欢去一个菜馆里边吃饭 首先我们是认可这个饭店的 这个厨师 他的这个手艺 他做的这个菜啊 确实口感好 对不对 其次呢 是健康呀 卫生啊 或者说 这个菜品非常鲜美 对不对 我们可能是喜欢吃那口 同时我们也认可这个饭店 他这个卫生环境啊 这个菜又新鲜啊 等等 对不对 一些附加值的一些服务 那如果所有的饭店啊 全部搞成预制菜 我想问一下对面的你啊 你要知道这个饭店 他的菜不是出汁线炒的啊 也不是当天购买的新鲜菜 全部都是预制菜 我就问问你 你还敢不敢去吃 首先对于我来说 我是绝对不去吃的啊 我吃过预制菜啊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 超市的很多货架啊 也卖这种预制菜 就是打拨成型的那种什么 菜品 你可以回来一加热就可以的啊 他的确是没有咱们线炒的那菜新鲜啊 口感确实是鲜美啊 他顶多就是说 你有那个味儿啊 那他就他首先他这个这个菜品的他的这个保鲜 他就做不到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他这种的我认为啊 就是一个时间节点啊 然后他炒作的一种概念而已啊 特别是这两年可能很多资本家啊 他发现很多传统行业已经不是投资的一个比较绝佳的一个领域了啊 他这个已经怎么说了都很多都已经到了一些西洋啊产业了 所以很多资本家啊 他们就把这个目光呢 投向了这个预制菜啊 认为预制菜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啊 包括那个方高丽的那个罗敏 包括格力的董明珠啊 他们都准备要入住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啊 但是就是因为这段时间 我们的民族英雄 可以说叫民族英雄 心机飞一声号角啊 吹响了所有老百姓 这个重视食品天涯及食品安全的号角 所以说现在关于这个食品安全啊 大家越来越重视起来以后 这个预制菜 它未来的这个发展前景 还会如之前的很多资本家预判的那么好吗 我觉得未必了啊 就包括我现在 我已经开始重视我们家的这个调味品 原来用的一些这种酱油啊醋啊 里边有很多天涯剂的 我都已经给它换成零天加的了 所以我相信啊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对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视程度会越来越高 就包括我们对身边很多的东西已经开始反思了 所以网上流传一句话呀 说我们80后是消失的一代啊 被割韭菜割得最狠的一代 但是就这个时间就在 特别是2022年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这一代成年人 也是慢慢觉醒的一代啊 我看着这段时间 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反思 说我们那个还是老中医好 中医的一个医疗技术 然后呢 才是真正的就是保护我们身体 甚至给我们就是从根上去 治病的一个好的这种医疗一个手段 说我们为什么这部分年轻人 然后这个身体素质越来越低 然后包括免力越来越低 是因为我们这个很多这种孩子啊 都是被抗生素 然后养起来的一代人啊 你看到吗 很多人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 重视事情的一个本质了 所以我认为啊 就是像就刚才咱说的这个 财经大V 他出的这期视频的这个主题 说资本的绞杀 正在说是淘汰掉 我们中国千万例的这个中国厨师 我认为未必 他只是可能在短期之内 一个现象级的一个出现 但是当我们所有的老百姓 都慢慢的觉醒的时候 还会允许这种情况 让他存在吗 我觉得未必然了 好